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个人里面有三个是现役的太空人 那以前他们的身体素质有多好 那那个另外还有两个跟我同房的是一个警察 那是芝加哥里面过来的一个中安组的commander 身体都非常棒的 应该对生客人是什么 没有椅子 整个船长没有椅子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是站的 所以你看看那个拍那个top gun的电影里面的时候 那是没人做的 除了在餐厅里吃饭有地方做 其他地方全部都用站站 对不对 就只有在建桥就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给指挥官船长做的位置 Anyway就很幸运地有这个机会上去 那很多人问我那一趟旅行号多少钱 对不对 那我如果记得没错 那35块 那35块怎么花的 因为你在船上两天一夜嘛 所以你要自己付换钱 不算那大概你能想到的 不管是鸡鸭鱼肉 然后这个牛肉啊什么东西 非常非常豐富的密集空间 因为太大了 那只是在里面走路的话 你百分之一万会迷路 不是因为都一样 都一样 然后它不是有这个什么ABCD这样的灯吗 然后呢哪个地方是中心点 然后往两边扩散 然后前后这样的扩散 那如果说你今天 然后而且每一个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是说这个船上面有 2200个那个 那个可以锁的那个门 就是万一不是有水要淹进来的时候 不是要把那个舱门都封掉吗 那封掉了舱门 那因为那蛮多铁风的 所以说你走路不是这是 周起步叫他一直叫 就很像跨栏一样 周起步叫他一直 周起步叫他一直可以 整个就是在参观他们的整个作业 作业的状况 然后呢去看飞机起降 有白天的飞机起降 晚上的飞机起降 然后就像说这么大一个平台上面 如果是这个甲板的话 然后这个甲板上面放了几十架的飞机 然后要那个飞机 那个这个不停的在上跟下嘛 你要那个一直要一直要调度 你就看他们那调度的精准的程度 然后还有那些那个水手 他们每一天值班十二个小时 是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呢 一直在介绍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甲板 你想想看那个飞机的甲板 有那么多飞机在上上下下的时候 你如果指挥掉都不到 然后或者飞机 你评论他不是有那个几个缆绳吗 四条缆绳在勾那个飞机吗 如果说勾不好 那飞机会掉海里的 所以说那飞机下降的时候不是减油门下降 而是最大油门下降 一被勾住关火嘛 对不对 那如果勾不做你什么还要冲上去 要冲上去 那如果说一勾 如果那个缆 那个缸 那个缸 那个厕所 有问题 啪那一打 那不是旁边的人 都会被打到 清楚的是 晚上起来要上厕所 因为那个厕所是外面的公共厕所嘛 所以说你要从你的 住的地方走到厕所 然后再从厕所再走回来 你都只擦没有拿个粉笔 用笔做记号 你快去都回不来呀 一个房间 我们那个房间 是给我们这样子上去的VIP VIP住的地方 我们住两个人 可是那条船内 总 如果说满载 是五千 五千七百个人 所以我们住两个人的房间 据说可以住五十几个人 有他们的娱乐的设施 然后还有他们 如果要跟家里人联络的话 是要到一个中心的地方 是可以上网的 是可以发email和开审的东西 不是 这个真的就是默契 真的确定 因为它每一分钟 都可以有一架飞机上飞下 那现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能够让飞机又能够下来 又飞机能够上去 那真的是很密切的一个调整 很密切的一个配合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你看看那个上面 不管是直升机也好 然后空中预济机 那个头上有帽子那种东西 那种飞机 还有那种战斗机 哇 那个真的是排得密密麻麻的 所有的翅膀都是可以收起来的 那我们在台湾长大 你不要说去摸那个飞机 你能远远看那个飞机 大家都看不到 回来以后 摊在船上大概至少一天两天的时间 因为就是不停地爬嘛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不会让你呆久的吧